从空中俯瞰印尼勋他海峡海啸灾区,船只上岸,房屋倒塌,现场一片狼藉。 中心设调加达12月24日电,记者林永传,印尼康在鼠发言人苏托波24日晚在社交媒体推特发布消息称, 截至当日17时,印尼勋他海峡海啸,已造成373人死亡,1456人受伤,128人失踪,另有5665人无家可归。 苏托波称,随着军警和搜救人员,进入全部灾区搜寻,死伤人数可能还将上升。 中心设计者24日在此次海啸中灾区万丹省班底蓝线见到, 一名国民军,警察部队,和相关救灾部门的抗灾救灾工作,正紧急进行中。 警车,救护车呼啸着,在万丹省西海岸公路南北蓝获川行, 一名国家电力公司员工,正对灾区受送电力设施进行抢修。 日23日下午,记者前往大区沿途所见几乎所有商店、餐馆、加油站、接关门歇业不同。 24日下午大部分商店、加油站、一部分餐馆,也恢复营业。 专事游客业务的海边度假村,各路商店和餐馆,仍关门歇业。 海下发生后逃离家园的一些当地民众正陆续百家。 警警和搜救部门,确认没有遇纳者和受伤人员的废墟正加速清理,在许的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中。 印尼总统祖客,当天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万丹省白底蓝线视察, 倒靠望了正接受救剧的伤员,意味问临时必赖所的灾民。 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